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详细内容 然后一会儿到车站的时候给你们拍一下 然后这一整季度就是隔离日记 希望不会太无聊吧 然后我现在已经到了北京站了 现在准备进站 因为我买了一个那种搬运的叫小红帽 然后叫他把我把箱子搬进去 因为我觉得过那个还是有点危险 所以把眼镜都戴上 然后等一下上车的时候 我戴他 就我一个人坐这个车 好像旅游的那个观光车 然后好像应该老人在街上 还是有一点冷 我觉得我穿的过多了 但是我还是有点冷 我过一次回家 没有这个时机 一点人路还是有一点不夸夸 接下来就是到我的家里 然后明明在酒店隔离14天 不知道对14天我会感受 我每次都会买烤床的 飞机也好还是动车也好 我都会买烤床的 因为有安全感 想要隔离 有点紧张 还是说不上来的感觉 帮大家注意安全 把身体放到架子上 好沉 我的身体真的太重了 然后应该还有十分钟就发车了 然后接下来 应该会中途停几段 然后就到我的家里了 然后下车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 现在应该是要被带着 集中隔离 接下来就是我的隔离日记 14天 想想就 啊啊啊啊啊啊 我在酒店呆14天 我的天啊 感觉是今天特别像吞吞吞吞 戴了帽子 眼镜 然后戴了两层的口罩 还有索套 有全份装 所以大家一行事件也一定要 向我一向保护好自己 这儿保护好自己也是为他人着想知道吧 现在我刚刚出发了 接下来我就准备 刷一刷手机 看一看视频 然后就睡觉了 应该是五个小时就我到家了 因为我这个不是高铁 是动车 应该只有这一趟车 一小时之后 一到那里还有四个小时 其实才可能过了那一回 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坐在这很久了 哎呀我现在想 等一下下车我该怎么 因为我没有这样一个人 这样拍过视频 然后我又要给很大的行李箱 然后又要背一张包包 特别麻烦 等一下呢 小王子在里面 然后这点数据呢 其实我已经不过一遍了 但是是几年前的 然后我还是想再多 所以正好接着就很幸福 谢谢人 然后我也可以 谈安心情的 给你点多的数 穿着喜欢看 然后有什么那边人 比较好看的是 推荐给我们 在我们的微博下 我现在刚下车 现在要下去隔离 开茶的很严厉 一个人默默地站在这等 应该就等 专业的人员来接我 才能走 这应该是临时搭建的隔离室 然后目前只有我一个人 我现在在隔离室里坐着 然后应该要等20分钟 要等那边车来接我 这个里面就我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还蛮危险 我要到酒店以后 要来一个全面性的消毒 可是我没有带消毒的 我只有带免洗手 我这个消毒都忘带了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只愿意没有 隔离的地方应该会有消毒 到时候好好消毒一下 真的很 很衰 我在路上 我肚子突然很痛 然后你们都懂了 真的很衰 现在在去往隔离的路上 就在这个120的车上 我现在没有灯 只能接着后面的车灯 来照亮 哦 它没有了 因为现在在外弯出 我刚刚在隔离室 后面来了几个人 就还记住 不想被隔离 其实这一点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想被隔离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 配合国家嘛 对自己和对家里人 然后身边的人 算是一个保障吧 安全 看到了市区的 每次都是 这条路都是我爸爸来接我 好 我第一次坐120的车 从高铁站 直到我的家里 哦 不是我的家里 对 我们要去一个酒店 隔离的酒店 其实回家本 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要在酒店隔离14天 就也不知道是开心 还是不开心 这后面就是我姥姥家 送我来 可是我现在去不了 不能停车 不要一直走 然后这是我的房间 我现在到门口了 嗯 OK 简单的看一下 哦 还算是干净呢 还可以 简简单单 嗯 干净就好 啊 终于到了 我的手机刚刚在下面 消毒了 然后我现在 要去洗手消毒 啊 非常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我没有带 洗漱用品 我刚开箱子才想起来 我忘记带了 我只带了洗面奶和面膜 然后还有擦脸的和化妆品 我没有带 哦 这么说来我好像只是 我只是没有带牙刷而已 所以现在 因为今天到了很晚 所以 嗯 可以允许点一次外卖 然后 等一下点一个超市 一起送过来好了 今天 就到这里吧 然后今天我要住到1月31日 我才可以出去 正好是月 奔波的一天 劳累的一天 晚安 拜拜 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 肉依隔离日记的第一期节目 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特殊时期 好好照顾自己 注意安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